在哪里 看我现在在哪里 Lake Michigan Downtown 到这个博物馆前面的湖边 应该这边比较好看 看一下 这边很多博物啊 看看这是 我发现我走错了门 所以我要转过去 我发现我走错了门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博物馆上面的 我们的专业的实验室 来拍摄我们今天的 这个实验室的这几场戏 这就是我工作 学习实验的一个场地 然后我在这边工作了 大概有好几年 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一直在研究自己的项目 贺点 这是我以前的 是说 全面轻人 这是我们的 还好 现在 现在 这是我们的 看得到 对 這 正 接着就回到了我的地下室 继续拍我家里的机场戏 今天是赛车 所以在这个档汤这边附近很热闹 又是周末很多人都在外面喝酒了 聊天很晚都没走 现在已经是十点多了 十点半了 我刚刚结束回到这边 大概就十点钟的时候 然后回到这边 我搜索了一个TACO的一个店 买点TACO 这条街也是封了一半路 所以我的Uber司机也进不去 然后因为早上比赛 所以应该还有其他街也是封了的 这几天从那边打车过来都是华人 都是中国人 而且很多是福建人 这有个壁画 好大 路 听这边的司机 还有导演 他们这边Crew 他们说芝加哥的Downtown 其实还是挺安全的 然后也比较干净 也很多人住在这边 就不像洛杉矶一样 Downtown好的地方很少 多数都是很乱 Homeless什么的 然后也不是太多人住在那边 更多人住在其他地方 然后芝加哥的话 就很多人都是 多数人都集中在市区 市区以外他们说不太好 就是说环境不太好吧 那么洛杉矶是相反的 很多人都出来这边走 好多游客 应该是很多外地人 我这个酒店昨天 我也看到很多是 说从明尼苏达过来的 游客很多 这街挺好的 就像有点像中国 就步行也挺舒服的 你看这个也是 呃 芝加哥很出名的 那种 天桥上的那个 轻轨 然后它这个 铁架上就很旧 有点纽约也有这样的 芝加哥是另外一个 有这种轨道的 又来了一列 又来了一列 stran 似乎 让它看起来不是挺像中 你的街道吗 然后中间的绿化带来什么的 挺像的 不像LA 哦 这是Taco Maya 很有意思哦 这家Taco店全是印度人 包括做Taco的 然后服务员 估计老板也是印度人 只有几个可能其他墨西哥裔的 我现在就在这个轻轨的铁道的下面 嗯 这是一个Teater 就是 就是戏剧脱口秀 那个 叫做即兴脱口秀 刚才我拍到的那个人还挺好的 他出来还跟我说了一下 就是他说今天关了 但是今天有两个秀 然后明天有什么欢迎再来之类的 我就住在那个房间 那个房间最高的房间 就是那个房间 这个Hilton和这个酒店 同一个老板 College Columbia College CCCC 三个C 三个C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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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